大家好,我是马克 本期是来自狗口尖二导演的《雨月物语》 战国时代,荣雪的季节 竟将琵琶湖北岸的中枝香一片凄凉景象 袁侍郎和妻子公墓正忙忙碌碌往板车上装捆好的瓷器 远处突然传来一声枪响 公墓仓皇不安,赶紧抱起儿子袁医 袁侍郎望向远方告诉公墓 也许是柴天君的探子被发现了 趁仗还没打起来,我得赶紧去长宾卖掉这批货 话音刚落,隔壁妹夫童兵卫的家传来什么东西摔碎的声音 童兵卫甩开妻子阿兵要跟袁侍郎去长宾 他坚信会在那里有所作为 阿兵眼看劝不住告诉哥哥 带他去吧,带他去见见世面 他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北国大道的一段,童兵卫拉车 袁侍郎在后面推车,急急忙忙赶向长宾 听说袁侍郎和童兵卫去长宾了 村长语重心肠劝公墓 做买卖没错,但是趁乱世浑水摸鱼 始终不能长久 眼下就要打仗,还是早点做好逃难的准备吧 村长前脚刚走,袁侍郎也回来了 穿着出门时的衣服气喘吁吁的掏出三块银币交给公墓 看,这才叫做生意,我算是明白了 此时长宾从内的同兵卫,连滚带爬跪在大人面前 让我做您的随从吧,案前马后,死而无憾 武士一脚将同兵卫剔开 臭乞丐还想做随从,先去弄套盔甲吧 同兵卫眼巴巴看着,嘴里不断念叨 盔甲,长毛,长毛,盔甲 袁侍郎多年以来,一直想给公墓买套和服 苦于一直没钱 现在好了,这个新年总算如愿 公墓穿上新衣服,轻声轻语地说 我高兴可不是为了一件新衣服,是因为你对我好 袁侍郎拿起装满油,面,米糕的年货说 这都是挣来钱的好处,只要有钱就有幸福 没有钱就受苦受罪 袁侍郎抱着熟睡的儿子,看着满屋子的瓷器 斗指昂扬 这次,挣不点东西就卖了三块银币 以后要多烧多卖,还要扩建陶瓷窑 公墓劝住 村长说,柴田的军队说到就到,最近就不要出去了 袁侍郎大笑说,打仗更好,我不是安安全全回来了吗 正说着,阿兵哭哭啼啼进来 袁侍郎安慰道,别担心,没有武士会收留破一烂山的庄稼汉 他没几天就回来了 正在这时,同兵为一副要饭的样子走了进来 阿兵看到又喜又气 这个笨男人,放着好日子不过,非要做白日梦 公墓像王昌一样,帮袁侍郎摇转盘 但袁侍郎却不像往常一样跟公墓聊天了 而是急切地想多完成一些 看到儿子过来找妈妈,心里更是烦躁得很 屋外,同兵为在木板上晾瓷坯 阿兵在晒干的瓷坯上涂柚 装摇的时候,同兵为问袁侍郎 这次有我的份吗?袁侍郎说,当然,你拿三成 夜里,公墓和阿兵往摇里加木柴 袁侍郎和同兵为累坏了,直接睡在地上 两人正聊着天呢,远处传来惊慌的吵闹声 同兵为爬上梯子一看 柴田的军队来了,正在打砸抢烧 村民们四散逃跑,跑慢了就是死 袁侍郎仍在往摇里加木柴 火不能断,断了就全满了 公墓催促着,你是要钱还是要命 袁侍郎又在多加了几根木柴后 才跟着村民们逃往后山 一路上阿兵都看着同兵为 但一个不留神,还是让他跑了 同兵为想偷走士兵的盔甲 急于尝试,终于不冲 躺到山下平静一些,袁侍郎不过公墓劝阻 回家添柴 没想到还是回来的晚了一步 窑里的火已经灭了 袁侍郎还没来得及垂头丧气 几个士兵走了过来 还以为窑里藏着什么好东西 打开一看是瓷器,几个人兴兴离开 袁侍郎捡起地上的瓷器一看 烧好了,全部都烧好了 这时同兵为和阿兵也从山上下来 四个人忙忙碌碌开始出窑 准备连夜走水路离开 阿兵是船老大的女儿,很会使船 在漆黑的夜色下 装满希望的小船向浓雾的湖上摇去 同兵为喝了碗酒说 明早就能到大沟 那里是丹于我郎左门卫老爷的领地 比长宾还繁华 袁侍郎接着说 你我都能做大财主 公墓和阿兵也会成为财主太太 我要回家盖一个大库房 同兵为小声地说 我要买盔甲和长毛 这种唱着歌的阿兵突然停了下来 向水面望去 不远处一只船往这边飘荡了 但那只船飘到眼前 众人才看清 里面躺着个浑身是血的男人 男人痛苦喘息着 想要一碗临终的水喝 袁侍郎拿过碗 给倒了一碗酒 男人喝下酒后 长说一口气说道 湖上到处都是强盗 抢货物,抢女人 见到男人就杀 你们一定要小心啊 说完 男人身子向前一挺 四个人面面相去 公墓突然说 回去吧 这一定是不该去的预兆 袁侍郎表情坚毅 让同兵卫冲船 将女人送回去 男人继续前进 阿兵离不开同兵卫 执意要去 公墓见状也坚决不走 袁侍郎说 你还有园衣呢 公墓无言可答 公墓带着园衣 沿岸送了很远 不停嘱咐着 遇上强盗不要反抗 我们毕竟是没见过世面的乡下人 袁侍郎阴着 也嘱咐公墓 先不要回家 去山里躲着 现在受点苦 也是暂时的 忍耐一下吧 袁侍郎走了很远很远 公墓依然站在岸边目送着 眼泪汪汪 第二天 三人终于来到大沟 白天的集市很热闹 行人往来如知 商人们大声叫卖着 袁侍郎的瓷器销量很好 摊位前挤满了客人 给我那个花瓶 一个温柔的声音传来 袁侍郎抬头一看 是一位带着斗笠的美貌女人 女人也目不转睛地看袁侍郎 抱以妖媚的微笑 女人身边的老玉随即补充道 要这个 那个 还有那个 帮我打包好送到牧村园 我们到时候付钱 说完两人便转身离开 袁侍郎翘瞧手望着 心里久久不能平静 这时候街上有士兵经过 同兵未看到坐在高头大麻上的虫组 一把推开阿兵 买盔甲 当武士 出人头地 同兵未拿着卖瓷器赚来的钱 终于置办了一身行头 自己看自己 威风极了 而此时被同兵未甩掉的阿兵 却遇上危险 几个游荡在外的武士 将阿兵绑着抬进破庙 武士们煎污了阿兵 扔了一地钱拍拍屁股走人 阿兵这时才未必睁开眼 忍着全身的童童走出去 混蛋 混蛋 阿兵虚弱无力地骂道 满意了吧 看看你老婆遭受了怎样的侮辱 袁世郎将那老玉药的瓷器打包好 终于送去 这时 看到远处一个卖衣服的铺子 站着看了半天 店主轻蔑地说 这不是你老婆能穿的 太奢侈了 袁世郎晃了晃钱袋说 我有钱 袁世郎盯着衣服看 突然想起公墓 憔悴不堪的公墓站在店前 羞涩的是穿的衣服 可身影一转又消失了 袁世郎摇了摇头 自己兴许是太累了 正在这时 一个颇为熟悉的声音传来 还是我为你带路吧 带斗笠的小姐和老玉走在前头 袁世郎跟在后头 出城之后走了很远 穿过一片比人还高的芦苇荡后 在一处杂草丛松的庭院前停住 进来吧 若霞小姐在等你 老玉说 袁世郎恍恍惚惚的 你是说刚才那位小姐吗 老玉答道 是的 是已故大名牧村的女儿 袁世郎在老玉的带领下 穿过黑漆漆什么都看不清的走廊 停在一间华丽的居室 若霞小姐轻轻扶着袁世郎坐下 您就是北晋江的袁世郎师傅吧 袁世郎吃了一惊 小姐如何知道我的名字 若霞答道 由于家父的教导 我也懂一点东西的好坏 你如何烧出那么美丽的东西 蓝柚光滑灿烂 就像嵌上去的水晶一样 说吧 老玉端着扇台进来了 袁世郎认得 这都是自己烧的瓷器 能被如此高贵的人使用 真是幸福的像做梦 若霞给袁世郎倒酒 你的才华 不应该埋没在偏远的贫穷之地 应该更进一步的 袁世郎不解 如何更进一步 还请小姐指教 老玉答道 发誓永远挨若霞小姐 并马上给她重婚 袁世郎被若霞的美貌吸引住 紧紧拥抱着若霞那丰满的身体 片刻 袁世郎被庸人带到屏风后 换上了富丽华贵的衣服 老玉端然重座弹着琴 若霞口吟歌谣 妖媚地翩翩起舞 袁世郎陶醉在歌舞之中 出神地看着若霞的舞姿 琴声加上后山的回响 若霞的歌谣 渐渐变成了明朗的男生 屋内东光渐暗 若霞吓得停止了舞蹈 躲到袁世郎身后 老玉告诉袁世郎 那可纵的池田信尝灭了牧村家 只有若霞小姐和自己逃了出去 已故大名的魂魄还徘徊在此 当小姐起舞 她就这般硬喝 今夜她的声音如此美妙 定是为小姐即将举行的婚礼欣慰 春宵一刻后的袁世郎醒来 记忆全无 一副受害者的表情 老玉送来御医 主人何不去泡温泉呢 若霞妩媚地看着袁世郎 你怀疑我是个妖精对吧 袁世郎被说中要害 低下头去 若霞拉着袁世郎的手 微笑地说 你已经是我的了 从现在起 你的生命要献给我 春光烂漫的河边 荒草之上铺着毛毯 摆着韭菜 袁世郎坐在前面 猛地起身拥抱若霞 不管你是人是鬼 我都不会让你走 我真不知道 世上竟有如此的幸福 筋疲力尽的袁世郎躺在地上 如此干美 堪比天堂 乐也 美也 逍遥也 公墓抱着孩子躲在家中 几个恶鬼一样的散兵走了进来 荒天盲地找吃的 隔壁老太太煮的稀饭被发现 散兵们狼吞虎眼吃起来 老太太趁着散兵吃饭的功夫 塞了些米糕给公墓 让公墓带着孩子赶紧离开 天亮以后 公墓背着孩子无精打采地走着 突然从路旁走出几个恶鬼散兵 伸手变抢公墓的米糕 公墓想要讨回 被拿着长矛的散兵恶狠狠刺着肩部 硬生倒地 袁一紧紧抱着妈妈哭个不停 前方战场 讨伐队的兵族散开 在树林里追缴败兵 同兵卫也在骑征 在一棵大树下 一位身受重伤的将军命令手下将自己斩首 同兵卫偷偷躲着 等到将军手下斩杀将军后 同兵卫从后背窜出 一枪刺死那武士拿下将军的人头 野营指挥部的武将们当然不相信这位将军死于无名小卒之手 不过尽管是捡来的也算有功 将军问同兵卫 要什么将上 说吧 同兵卫磕头败泄 一匹马 盔甲和十个部下 将军哈哈大笑 你会得到的 终于坐到高头大麻上的同兵卫 得意得很 阿兵 你看见了吧 我出人头地了 你就等着我凯旋归来吧 机缘老宝抓住武士的胳膊就往里拉 姑娘们都在等着呢 士兵们见状也一起劝说同兵卫 大人 现在就让您显露一下当官的气派 也让兄弟们高兴高兴 同兵卫停罢 从马上下来 也学着武将走路的样子 窗户外围着人看同兵卫 有人不屑地说 走了狗屎运 捡了个将军的手机 其他人虽嘴上不屑 可眼里都是羡慕嫉妒的 同兵卫给士兵们讲自己的阴行事迹呢 楼上跑下一个杂族 怀中抱着包袱 一个妓女死死拽住那包袱 玩完了不给钱就要跑 比强盗还霸道 同兵卫仔细看时 惊呆了 妓女正是阿兵 阿兵恭喜同兵卫高生 你出人头地了 我也出人头地了 每天喝着好酒 化着浓妆 每晚和不同男人上床 今晚做我的恩客庆祝一番吧 用你的赫赫战功换来的钱财 买我这个当副春宵一刻吧 同兵卫跪在阿兵面前 没有你 我的成功毫无意义 阿兵泪如雨下 我好几次都想死 但我总想见你一面 不见你一面 我不能去死 你能把我洗净 恢复原来的样子吗 如果你不能 我只有死了 同兵卫斩钉戒铁地说 我能 我一定能 傍晚 袁侍郎依旧是一副寒酸打扮 到衣服店买衣服 身上的钱已经花完 跟店主说 钱不够 要不你来牧村园拿吧 就在城外不远 店主死死盯住袁侍郎 好像看到什么可怕的东西 浑身打颤 这个送给你了 快走 快走 莫名其妙的袁侍郎 半路遇上一位和尚 和尚走过去 却又叫住袁侍郎 青年 我看到了可怕的事 请随我来 和尚告诉袁侍郎 若霞小姐是鬼 你不能再去 你没有家人吗 老婆孩子 有人要仰仗你呀 袁侍郎沉默一阵 脸上露酷痛苦的表情 但仍要去牧村园 和尚见袁侍郎如此执着 便不再劝说 临走送了袁侍郎神福 若霞对袁侍郎 买回来的衣服非常满意 披在身上左看右看 袁侍郎脸上黯淡无光 其实 我有老婆孩子的 若霞丝毫不犹豫意 这些事忘掉吧 在我这里你不快乐吗 说着叫去拥抱袁侍郎 但突然身体一战 啊的一声倒在地上 老玉扒下袁侍郎的衣服才看到 身上写满了神福 既然有妻子 为什么又要跟小姐结下姻缘 老玉斥责道 袁侍郎浑身颤抖 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犯下这种错 老玉口气越来越凶恶 男人犯一次错没什么 女人可远不止如此 过一会儿 老玉的口气渐渐软下来 开始哀求袁侍郎 若霞小姐还不了解男女之情就去世了 我是乳母 看到她如此悲伤我也难过 于是便带她来人间 理论女人应有的幸福 遇见你这样的好人 真是幸运 好梦出城 还不过转眼之间 您要是一走 就永远不能相见了 听到此 若霞抑制不住内心的痛苦 想要搂住袁侍郎 袁侍郎又恐惧又苦恼 推开若霞 拿起身旁做装饰的长刀来 胡乱砍杀一通 终于跌落院内 昏睡过去 过了不久 一只粗暴的手 将倒在地上的袁侍郎拉起来 说袁侍郎偷了八尾神社的宝物 袁侍郎解释道 这是牧村园的 不是我偷的 神官和地宝大笑 牧村家全家都死了 这就是牧村园 袁侍郎被按在地上 搜去身上的钱后 丢在草丛里 这时候袁侍郎才看清 这里也是荒种一堆 所谓的牧村园 已是孤魂野鬼的住所 事业 袁侍郎拖着疲惫的身体归家 惨遭洗劫的家家户户 尸体都没来得及收拾干净 一片废墟中 只有袁侍郎的家里 有东光点点 袁侍郎拉门进去 不见人勇 环顾四周 空气冷清 袁侍郎又寻到后院 容不见公墓 找了一圈的袁侍郎 再次推门进来 发现公墓悄然坐在火旁 你一定累了吧 酒奔好了 周也在灶上煮着呢 我醒悟了 正如你说的 我的心不重 我不论到哪里 一天也没有沉下心来 真好啊 回来了 公墓把穿旧了的衣服 帮他们盖上 坐在旁边缝起衣服来 早晨 天已大亮 村长带着食物来 看见袁侍郎 长舒一口气 太好了 太好了 袁侍郎叫后院的公墓 叫了半天也没人答应 村长突然惊醒似的 啊 昨夜园医突然失踪 肯定是公墓带着他回家的 回来见你 袁侍郎恍惚地看着 昨晚公墓坐着的地方 伸手够了够 什么都没有 同兵卫扔掉盔甲长矛 和阿斌回到了中枝乡 袁侍郎跪在公墓坟前 一个人咕弄着 怎么就死了呢 公墓轻声轻语地说 我没有死 我就在你身边 你的梦醒了吧 快 还有很多事 等着你做呢 帮你摇转盘 是件快乐的事 真想看看 做出来的瓷器 是什么样的 柴火准备好了 残暴的士兵走了 安安静静 做你的瓷器吧 发生了这么多事 你终于成为了 我希望中的男人 但是我已不在人间 我想世事便是如此吧 慈瑶冒着悠然的浓烟 同兵卫在地里努力干活 阿斌送来午饭 园衣端着送给妈妈 宁静的山村 依旧宁静 一切都没变 一切又仿佛变得面目全非 尾巴 这部电影改编自 日本江湖时代作家 上田秋冲的同名小说 原作中更有九片 电影节选了其中两片 分别是 《夜宿荒宅》和《蛇性之隐》 《夜宿荒宅》改编自 中国明代文言短篇小说集 《简冬夜话》《爱青传》 讲的是一个祖上殷实的男人 拜光家产后离家经商 本和妻子约定隔年秋天必会相会 但战乱频发 盗贼猖獗 在外漂泡了七年之久 此间家乡早已战乱 村人逃至深山 妻子未守丈夫之约 不肯离开 屡遭诱惑不为所动 但男人归家之时 妻子尚在 夫妇二人一夜共枕眠 不觉到天明 耳边沙沙响 野草漫如松 不见贤淑女 但现一荒种 第二个故事 蛇性之淫 是以明末冯梦龙锦氏通言中的 白娘子永振雷锋塔为蓝本 加以本土化改编而成的故事 一个蛇精化作人形 爱上一美男 不辞千万里 只求在一起 最后还是垂垂老矣的 法海大师出来 拿出铁拨 收了那蛇精 电影是将蛇性之淫的故事 放在了夜宿荒宅的中间 至于参战当武士 以及女鬼的家庭背景 并非是沟口园艺 编剧一田一贤 在沟口纪录片中说 沟口完全没有异象 拍什么反战电影 但那时候有主题 很突出 比如女性成了战争的牺牲品 沟口最初是想描绘上田秋成 在雨月乌雨中的那种 独特的风味 那种沉浸 简冬夜画的爱情传中 丈夫滞留在外 女人在家侍奉婆婆 婆婆病死后 女人为乱兵胁迫 自一而亡 是典型的 在儒家伦理道德下的 对女性典范的树立 到了上田秋成本土化后的 夜宿荒宅 则变成了对爱情的执着 电影中这点体现得更为明显 无论公募还是做了妓女的阿斌 其实一心一意爱着丈夫 等着丈夫 不仅人如此 女鬼都死心塌地爱男人 与其说这是对女性的歌颂 我倒觉得是男权社会下 对女性价值的刻意塑造 通过讲故事的方法塑造 一传十十传百 随风潜入夜 润物细无声 讲故事是很能塑造人的 也许长篇幅的故事感觉不到 那缩短了就显而易见了 麦泰给麦都讲故事 从前有个小孩不听话 后来他死了 再比如 一个怀疑丈夫出轨来的妻子 给丈夫讲故事 讲一个特复复杂 120万字的故事 简化一下就是 从前有个男人出轨 后来他死了 和讲道理不同 讲故事是一种软手段 不需要听着有多么高的文化 多么深的修养 耳朵能听 大脑能理解就行 而且讲故事 还有一个先天优势 对方无从反驳 比如一个小学生 让妈妈给自己买玩具 妈妈不买 小学生可以选择讲道理 但和妈妈讲道理 还要讲得赢 这太难了 于是小学生对妈妈说 从前有个可怜的小孩 她做梦都想要一个玩具汽车 于是她对仙女祈祷 结果周五晚上 仙女就把玩具汽车送来了 小学生盯着妈妈看 认真地说 我觉得你很像那个仙女 通过讲故事的方法 讲道理 表达思想 这种方式实在太软 导致是个人都会被影响 不管是平土百姓 光土百姓 还是烫土百姓 甚至连保读送贤书的知识分子 都逃不掉 阿重在书里提到 季晓兰的《月威草堂》笔记里 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 总督唐植玉赴审一件大案 已经定案了 失业 唐植玉仿中独坐 就听到外面有哭泣声 而且声音越来越近 唐植玉就叫逼你去看看 逼你出去后 尖叫一声 接着身体倒地 唐植玉打开窗一看 只见一个鬼 跪在台阶下面 浑身是血 唐植玉大喝 什么鬼东西 鬼磕头说 杀我的人其实是谁谁谁 但是县官误判成了另一个人 请大人一定要帮我伸冤啊 唐植玉听说是这样 心下明白 就说 我晓得了 随即 鬼也就消失了 次日 唐植玉东唐再审 传讯相关人士 发现大家说的死者生前穿的衣服鞋袜 皆与昨夜所见无二 于是不由分说 改判凶手为鬼说的谁谁谁 原审的先令不服 但唐植玉就这样定案了 唐植玉手下的一个幕僚 左想右想都想不通 觉得这里面一定有什么道理 于是私下请教 唐植玉便将昨夜所见 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告知幕僚 幕僚问 大人见到的鬼是从哪里来的呢 唐植玉说 见到他时就已经跪在地上了 幕僚又问 那你见到他从哪里消失的呢 唐植玉说 翻墙走的 幕僚说 鬼应该是搜了一下 或者标了一下消失 好像不应该翻墙吧 唐植玉和幕僚赶紧到鬼翻墙的地方看 结果发现屋顶上有泥脚印 一直连到墙外头 唐植玉恍然 结果 容爱原神限令的判决定下来 且讳言此事 也不再追究装鬼的人 我想唐植玉一定没少听包种 为鬼申冤的故事 见到这情景 内心澎湃不已 当下就把自己当成了包今天 喜剧故事 悲剧故事 爱情故事 战争故事 离别故事 相聚故事 神故事 鬼故事 人故事 当我们在看故事时 我们是在看什么呢